两天年千禧年 这一年 赵本商和宋丹丹还在联手演绎春晚 要把大象装冰箱 龙共分几 虎叔还在板着脸唱白话林 这一年 中国人平均牛奶消费量还不足一公斤 然而仅仅十年后 我国的人均乳制品消费量就达到了22.8千克 等到2019年 伊丽和猛牛分别以103亿 112亿的年收益 位列全球乳业排名第8和第10 站稳了全球乳业的第一梯队 中国乳业的品质暂且抛开不谈 价格却是逐年上涨 那么中国牛奶涨价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推高中国牛奶价格的第一把手就是包装 不知道在座的小伙伴 有谁还记得这种定在墙上的牛奶香 在无菌包装普及以前 用玻璃瓶罐装的鲜奶 在中国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 城市居民想要喝牛奶 往往都是直接定上几个月的份 然后送奶源每天送上门 但这种鲜奶有一个致命问题 那就是保质期短 我们以前喝的鲜奶又叫巴士杀菌乳 就是先将牛奶加热到60到75摄氏度 然后马上冷却 这种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 保留牛奶的营养和风味 同时又能杀灭大部分致病细菌 但残留的一些不致病的细菌 会持续的分解牛奶 导致鲜奶在常温下会很快变质 即使全程低温保存保质期也不到10天 所以那时的中国奶企都是就近找奶源就近生产 那时不同省份的小伙伴 童年喝的牛奶往往也都是不同的牌子 问题是中国奶源充足的地方和人口多 经济好的城市 基本都处于天南海北的状态 牛奶没法长距离运输 不仅牵制了儒品企业的发展 还限制了牛奶的受众地区 2000年前这个问题还不算特别突出 因为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家庭条件都很一般 每天喝牛奶就等于慢性破产 但随着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口号 响变轻家万户 牛奶的运输问题被无限放大 就在这时拥有几十年无菌包装经验的利乐来了 利乐专包装轻而易举的就取代了易碎玻璃瓶 他轻便易协 极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 也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 更重要的是 无菌蜜蜂的包装袋直接使牛奶的保质期 从几天延长到了一年以上 拥有利乐包装意味着自家的牛奶 能够极大的扩大市场范围 面对这样的诱惑 没有哪家企业能做到不为之心动 但那时的中国奶企业都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 没钱 这时利乐卖出了他占领中国市场战略性的一步 那就是半买半送 利乐将无菌包装生产线以骨折价格设给中国奶厂 但同时在合同中规定 厂商必须每年从利乐公司购买规定数量的包装材料 甚至一些合同中还规定 厂商在未来若干年内不得购买第三方的包装材料 利乐以这种牵占萝卜坑的精准卡位方式 配以捆绑销售自家的包裁 迅速在中国销售了一千多条无菌包装生产线 巅峰时期的利乐一度占领了中国95%的无菌包装市场 在那些年里 一盒售价2元的牛奶就有0.45元要付给利乐 也就是说厂商除了牛奶本身的生产成本 还要拿出近一半的利润付给利乐包装 这也就是中国牛奶价格高的第一个原因 2005年小布什继任美国总统 汉城改成了首尔 也在这一年 猛牛投资1.08亿元 冠名了超级女生 一手酸酸甜甜就是我 让所有人记住了张寒韵 同时也救活了瀕临淘汰的猛牛酸酸乳 同年5月 酸酸乳销售额飙升三倍 猛牛的品牌提及率达到了18.3% 反抄了老对手伊利优酸乳的同时 还赢下了和摩根斯坦利的对赌协议 于是 乃琪冠名综艺这招到了现在都律师不爽 但是牛奶卖的贵利润就高吗 结论可能有点反常识 卖牛奶赚的可能还不如卖水多 根据2019年的财报 猛牛伊利的毛利率是37.35% 看起来不低是吧 但茅台当年的毛利是93% 农夫善权60% 究其原因是中国的生鲜乳太贵了 这也就是中国奶价高的第二个原因 有报告曾指出 2018年中国生鲜乳的价格 比新西兰高出近46% 高出全球平均水平53% 而且还在涨价 为什么生鲜乳这么贵 因为喝牛奶对中国人来说 真是个鲜鲜习惯 牛奶在我国大开市场 不过是近20多年的事 我国唯一的奶牛品种 直到1985年才培育成功 而且一只奶牛从出生到产奶 至少还得两年 这期间还有一个最大的开销 就是饲料 奶牛最优良的饲料是木须 次一点的是豆粕 这两样东西 我国都得指望从美国进口 价格自然也是人家说了算 而且不同于那些地广人稀 全国都能用来放牧的国家 我国的奶牛养殖场 有70%都是农户散养 每家平均就只有两三头牛 到了奶奇这里 就是养殖成本居高不下 牛奶品质也难以控制 呃 我这里真的没再说某家奶粉 等奶奇好不容易解决了奶牛和饲料 又背上了利乐砖的包装成本 这才让常温奶责遍了中国 难怪有人曾评价 猛牛和伊丽其实都是打工的 但卖牛奶真的很亏吗 快亏死了干嘛还冠名综艺呢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这笔买卖很划算 奶奇不是冤大头 那谁才是冤大头呢 麻烦大家把答案搭在公屏上 中国乳业其实就是一个靠营销来推动的行业 揭开这个秘密的就是2005年的猛牛 即使到了谁都不好过的疫情期间 猛牛正国力却还能逆势增长 靠的就是爱奇艺的青米2 根据猛牛2020年年报显示 广告费用达68亿元 而且广告综艺是本葵花宝典 谁用谁就能小江湖 2011年猛牛年营收被伊丽反射了6000万 猛牛那时还不大回事 谁知道了2015年就落后了110亿 从此再也没追上过 伊丽也就此稳坐中国如其老大 要问伊丽2015年干了点啥 其实也没啥 也就换了5亿冠名爸爸去哪第三季 2.16亿冠名奔跑了兄弟第二季 2.5亿冠名最强大脑 还在网络上冠名了奇葩说 哐哐哐的砸钱 带来的营收也是力竿见影 2020年伊丽营收近千亿 利润70亿 猛牛利润也有35亿 两大巨头不是不想停 而是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 你能分出特伦苏 阿姆希 QQ星 蔚来星 莫斯利安和纯真都是哪家公司的吗 这些呢有啥不一样吗 他们只能在综艺上不断重复自己的名字 如果包裹度下降 那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就失去了存在感 根据计算 2020年两大奶提巨头 每一块钱广告费 就能带来0.6元净利润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 烧钱是条不归路 但不烧钱就等于坐以待币 为了榨取每一分利润 他们早就把一切都算得妥妥当当 前阵子的科技与狠活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我们的人们现在吃什么东西 都得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科技 再加上之前某品牌的纯牛奶 被爆出饼二纯添加过量 不少人又开始留意奶制品里的科技与狠活 现在奶起双巨头的冠名产品 通常有两类 一类是高端常温奶 从而有乳液分析师透露 这类高端产品的利润率可达50%以上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卖的很火的乳饮料 这类乳饮料的配料表里 虽然也有生牛乳 但都算不上牛奶 因为他们只是为了擦着牛奶的边 用更少的牛奶获取更高的利润 比如油酸乳和酸酸乳 虽然他们的价格比纯奶要低一些 但是蛋白质含量更低 一盒250毫升的纯牛奶 蛋白质含量一般在每百毫升3.2克左右 而乳饮料的蛋白质含量就只有0.8 目前我国牛奶市场规模大概1200亿左右 而乳饮料的销售规模已经接近万亿 乳饮料的出现完全打破了以往牛奶的消费场景 那些不敢喝快乐水的飞宅 以为喝乳饮料会更健康 却没想到又掉进了另一个坑里 当初的奶气两巨头也早已从奶制品公司 变成了横跨多品类的快销公司 根据财报 伊利猛牛2022年上半年营收 就已经达到了635亿和477亿 伊利更是放出了2030年温顶全球乳业的豪言壮语 而活到现实生活中 牛奶上涨的成本 高昂的综艺赞助费 使我们不得不面对 很长一段时间内 牛奶可能还要继续涨价的事实 但我们也要相信 在下一个十年 国家有让我们实现牛奶自由的实力